鞋墊 拖把 石頭 還有劍把 這些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 是要怎麼一起玩啊 唉 算了算了 還是等教練出現 咱們再好好討教討教 加拿大冬天是個寒冷的國家 所以你知道 它冬天的時候都會下很多大雪 城市裡面滿滿的都是雪 所以它們這邊跟台灣 在運動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加拿大最有名的國球是什麼 像台灣是棒球 它們是Husky 好不好 Husky 就是冰上驅棍啦 我們今天呢 要來看它們的冰湖 哈哈 你剛才以為想說 要來看它們的冰上驅棍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們這次要來看它們冰湖 到底冰湖跟冰棒 夜湖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聽得先講咩 就冰湖光從字面上看起來 怎麼說都比較像是一種容器吧 哪會是一種運動呢 再說要用哪些裝備 在什麼樣的場地進行 我們也都是一頭霧水霧霧霧 反正教練人也還沒到 先到處逛逛 說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現實 這幹嘛呢 你要該不會是要穿這個進去吧 這樣子 這樣子怎麼穿啊 你看 你看 啊這花山 我跟你講 場地維持很重要 這應該是這個用的吧 是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一位教練 晚一點才會到 好 進去看看 所以現在還是有人在打掃 沒有人 沒有其他人在打掃 你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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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喔 尷尬 這裡面好冷喔 你看它這邊全部都是冰 這個不是大理石喔 這全部都是冰 哇 它這個冷氣裡面的溫度是非常低的 你也知道 如果你有去過小巨蛋啊 或是以前去冰宮那種流冰就一直到 但我覺得比那個還要冰 這個 這就是我們剛才在櫥窗裡面看到的有沒有 那個冰 就倒了 哇 欸 這也 這也才做運動 這看起來 哇 像不像那個 花肝鹽 還是什麼 大理石之刃的材質 這邊是粗糙的一圈 然後這邊全部都光滑面 上面是 凹進去的 然後你看到 下面有兩個那個地板有沒有 像那個 人家射靶的那個 然後對面也有 射不到同玩 糗啦 不看還好 怎麼越看我越糊塗 鞋墊 拖把 石頭 還有 箭把 這些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 是要怎麼一起玩啊 算了算了 還是等教練出現 咱們再好好討教討教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就是 算是標準裝備 Yes, you are This will go on your foot This is a nice No 你太大了 No No Put the shoe on Oh 你把它套到我 I mean Hahaha, sorr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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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 No problem Oh, okay 他說這樣 還可以耶 其實還可以 This is so your foot will stick to the ice And then you walk on the ice Yeah Okay What is this used for? To clean the window? If you want No, thank you We can bring you to work We can put you to work No, thank you I don't worry I too many Okay No Okay This is for balance When you throw the curling rock There we go Throw this, right? Throw this Yes And 2 Yes Still curling? Still curling Still curling Still curling We make the rock go further Oh We put way over top of the rope 那個重心跟前面 用力,用力,用力 I'm tired I'm tired too Okay We go now We're out down, bye Live 他這個 其實很累耶 因為你要把重心往前壓 他一個有20公斤耶 OK 不對 No, no No, no 只能用滑的 不可以拿 Is this the roof? Yes 他也只能用滑的喔 剛才我這樣拿起來是錯誤的喔 不對的喔 不可以拿 一定要用滑的 We want to be safe Yeah, of course You want to be safe 好 我們現在只能保持安全 或者自己的安全體驗 它是畢竟一個20公斤 然後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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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好兵喔 如果他不喜歡 開始滑的 對 對 現在呢,他如果不教我怎麼開始 我們也永遠無法開始 我們只能這樣看著他 欸,教練 不好意思喔 我實在是有聽沒有懂耶 怎麼又要刷地板又要踢石頭 還要像衝刺百米賽跑一樣的起跑 拜託喔 別再賣關子了唄 最重要的關鍵技巧 你倒是快點教我們耶 好帥喔 你會覺得他剛才這樣子 這樣子滑出去的時候 超帥的 他這個有點複雜的 這個要自己的感覺 你跟著球出去的時候 你重心整個要開始往前出去 所以你這隻腳 推的時候一點點的力量 你就跟著他出去了 不用推太大力 好不好 我要走囉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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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左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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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 喂喂喂 我說教練 你是在整我嗎 不過原來這冰湖 其實是要分成兩隊競賽 一隊總共四個人 一人負責丟出冰湖 兩人負責刷地板 另一人則是負責八號司令指揮作戰 看看什麼時候該刷 什麼時候該停 哪一隊的冰湖越接近中心點 得分就越高 有力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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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 不要一直這樣爪 不要動 不要動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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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這樣子 好像很近喔 這樣好遠喔 這樣好遠喔 很遠 等於半分鐘之內 你就要不停的刷 不停的刷 一直這樣用力的時候 要把刷布 肺活量一定要很好 要足夠 因為就只有兩個人 好不好 基本上四個人玩嘛 一個人丟嘛 然後最後兩個人在那邊 一直來回的刷 所以他每一局 每一局 他要這樣來回 都那兩個人 然後一個遊戲裡面 他要八局 每一局是八顆球 他這樣 你也來回 這個運動也太不公平了吧 一個是社後不理 把冰湖丟出去 就沒他的事 另一個更過分啦 只出一張嘴 剩下兩個 就只能拼命 刷地板做苦工 不過 今天就我跟教練兩個人 正好來一場 不正式之一對一 單挑PK賽 阿渣阿渣 快點 我現在準備要丟了好不好 剛才練一下感覺還不錯 但我現在要 再往前提早一點 在弘心的位置 就要出手了 因為那個時候速度是最快的 我只怕我出手以後 球走了 我人就倒了 因為我現在重心都在他身上 好 他走了喔 他走了喔 好可怕喔 好大 可以緩斥一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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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一個 你中 incidence 小盛 Exercise adrenaline 對 我 affordable 很棒 等分 等分 好有意見到那個藍色點 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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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女神一定是站在我這邊啦 新手的運氣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嗎 你看看 你看看 連教練都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 就看教練你有沒有這個實力反敗為勝利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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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是比賽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一得一分囉 I'm already one point OK OK OKOKOK 叫我滾開 可惡 沒有 他這個 教練不在開玩笑喔 真真 沒有 不 沒有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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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多了 不太多了 嚇死我了 他靠多久 好,你敢知道喔 要是教練把我的球撞出去 這絕對是合法的行為 而且他的冰壺要是剛好又能夠留在圈圈裡面 就完全是合法逆轉勝了 幸好差那麼一公分啊 相信不知道這項運動的朋友們看到這裡 也一定覺得很有趣吧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抽獎送好禮活動喔